武汉,一座钟灵玉秀的历史文化名城,2015年,第十届中国武汉国际园林博览会,在这里华丽绽放,为了与武汉日益丰满的国际形象相配合。 武汉元博会在全球众筹创意,近二十个国家和地区的百余个团队,五十多名各行各业大师级专家,以及数千名专业人士和普通民众参与其中,他们齐心协力将武汉元博打造为国际元博, 让中西方文化在这里碰撞,让中华传统文明与世界文化潮流在圆波园内交汇。 圆波园入口的圆里艺术馆,向游客展示了一段旅程,这一段旅程从英国云林家威尔逊开始, 从1899年至1911年,他先后五次到中国收集了4700种植物, 65000多份植物标本,将1593份植物种子和168份植物切片带到了西方。 其中全园叶绿荣耗,闽江百合,黄花韶兰兰等上百种野生花卉,被西方国家广泛栽种。 1908年的时候,他发现了一个贝勒兰兰,从湖北到输入了7亿组织, 但是后来他带回来的时候,他已经改成了,改成了很多种植物, 闽江百合,包棍干,绿荣耗等等,这些植物,他后来发现了很多新的东西, 你看我们这里是发现了,就是以湖北命名的一些种子, 就是他带走的一些种子,当然也是标准的方式,带回去了, 在100年前的话,闽江百合,消往欧美各地, 现在是在你们英国的黄氏植物园,叫丘园里面有种子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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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 还有很多英国、中国跟这个的合作, 就这个是他和他参加的表,表实,表明, 对生态的一种保护。 百年前的威尔逊之路,让英国驻汉总领事魏廷汉先生, 想到了中英两国的友谊和绿色生活的必要性。 而这个园林与人文艺术的主题, 正是库卡斯在设计这座园林艺术馆建筑所崇赏的。 整个建筑的以这个透明的通透的这样的一些玻璃幕墙为主体的一个立面形象来展示, 和我们的园林的室外景观进行有机的融合。 游客的穿行于这个国际园林区中心, 既可观赏园区外的这个园外景观, 也可以看我们的建筑内部的这个不同的这个体验时期的这个展厅的这个展示内容。 去身英国园,从领事仿佛回到了英国的乡村。 大部分英国人的心里, 最理想的生活是赚到足够的钱, 去乡下买一座庄园, 坐在养着盆栽秋海棠的小客厅里, 喝茶,看书,等待访客暗铃。 我认为这些森林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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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森林, 是非常英零的, 而且他们的森林的森林的森林是非常英零的, 我认为是好。 它是很高兴看到一个英国的森林的森林, 我认为这个设计, 我认为它真的拥有了一种森林的森林, 所以那是非常棒。 我认为今天, 它也显示了很长的关系, 在中国的森林和中国的森林的森林, 在中间的森林的森林, 人们认为森林的森林, 但人们认为森林的森林, 是一种森林的森林的森林, 100年代前面, 现在有了一种森林的森林, 在中间的森林的森林, 在亚洲森林的森林, 所以我认为它是很长的森林, 这种森林的森林的森林, 我希望它会继续。 在建筑形式上, 这座建筑作为园区的核心, 功能上通过展示流域文明, 着重讲述长江文明。 长江文明馆由德国生态建筑大师, 托马斯·赫尔佐格进行方案的创作和设计, 那么其中还融入了大量的这种生态的建筑理念, 比如说自然的新风, 采光, 自然采光, 还有我们的地缘热霸, 等等这样的一些技术在我们园区进行了运用, 因此我们长江文明馆也成为我们园区的一个生态的绿色的建筑主体建筑。 作为我国第一个反映大河流域文明的博物馆, 长江文明馆从自然的长江和人文的长江两个方面, 展现了长江文明的发展。 自然生态部分主要展示长江的起源, 长江流域的地形、地貌、水文、水利、生态环境、珍惜动物、物种等。 我还想拍摄映画。 好的。 她很帅。 这里所展示的人文的长江, 主要通过收集整理政府及民间资源。 集中展示长江流域考古食物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等, 生动和系统地展示了长江近万年的人类文明的生发, 以及长江文明的地域文化, 比如巴图文化、金厨文化、五岳文化, 如何成为一个系统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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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 how to play this instrument, but you may have a guess. 用 the sticks to play that. Each of the bells have two sounds, or like the piano, they have the delegated. Very nice and modern, and I think there's a good use of technology, and it actually reminded me a lot of the museums that I visited in Washington, D.C., in America. 三地展示厅的互动体验 让香农和凯蒲出场长江的美丽 馆内的黑暗骑程四地项目 则将给游客最长江的体验 这个四地体验厅是美国阿凡达特效团队量身定制 十分钟内游客乘坐轨道车 感受长江流经半个中国的浩荡气势 我只是希望他们进入这个游戏 以任何预测的预测 当他们在3D游戏的游戏 和这种工作来做 大师园来自美国和法国的四位设计大师 将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融合相得益彰 作为大师园唯一的一位女性设计师 亚克林娜吉奎林的奥斯蒂花园 散发出原汁原味的法式浪漫 奥斯蒂花园提供了一种舞蹈体验 参观者漫步园中 犹如在舞场上转动 进入公园 地面深色的 带有粗糙质感的混凝土 对比突出了灯光和迷雾效果 另外 俯视脚下将会有一种全新的感受 木甲板会陪同参观者 直至景观处 深入花园的入口 位于绿里北侧 然而花园并没有直接向游览者展开 里面还有一道奇特的屏障 有数以万计大小不一的竹筒 叠落起来的竹墙 颁布的光线从竹墙里 无数的小孔中透射出来 吸引着浏览者靠上前去 从这些小孔中一探究竟 竹墙的下面有一条水渠 沿着西侧的台阶一路流下去 进入花园追寻生命之水 这一个大的水盆 它是一个界面水池 水如果刚才大了可以流到地下 然后它这个界面水池 它的意义就代表说 人类对一个地表水的这样一个保护 雨水可以直接收集 收集了之后也可以对我们植物进行灌溉 就不用我们的自来水来进行灌溉 对吧 这也是一个生态的对环境低碳解能的一个利用的一个思考 两位法国设计师接近自然生态的表达 让彭望龙重温了法国的园林设计理念 当他来到两位美国设计师的站员里 设计师思辨的哲理 更多地打动了彭望龙 这个园林设计师唯一一个华人设计师大师里面设计的 他用中国的传统文化 比如说你看这种建筑把结构裸露出来 它都是一半一半的 然后这个金子不对着我们 它对景嘛 它也是一种借景的感觉 就是说使这个园林有小中见大的感觉 如果问我有什么寓意 我可能有更大的寓意 就觉得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虽然经济发展很快 文化发展很快 但是有很多东西是缺识的 比方说这个社会道德 这些东西缺识 有很多东西不完善 那么用这个缺缘给大家的一个寓意 就是说我们还处在一个没有完善的时代 我们是不是能够从这个缺走到完呢 詹姆斯科纳的月之园 充满金木水火土 月之盈亏等中国式哲思 设计师试图用一个外国人的视角 发掘中国文化基本元素和现代园林体验的相通之处 也将原本虚情画意的空间 转变为更具有现代风格的游乐和欢愉的气氛 就是像这个我感觉到就是水沟的水里管子 对水里管子 对对对对 而且你看到它是用的都很土实的 表现手法 很简陋 对对对 我感觉到很多建筑和建筑 我们看到很多建筑 我可以感觉到有种意义的 有种意义的 所以很多木材 已经使用了 我认为它非常有趣 广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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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很多人 我们的生命 但是在一种不同的方式 所以 我们有个星球 我们有五个素材 我们也有舞蹈 这个是男人 我们可以走 我们可以动作 我们可以在用自身体的物体 国际园 位于原泊北入口广场东侧 看上去 一大片广阔银杏树群 和各种野花交错 游客在此可静想沉思 与静谧 而林木深处 存佈十个园中园 呈现五周十国 及地区的异域风情 德国园 将工业废弃地 与生态绿色空间相融合 展现对工业文明 变迁的思考 新西兰园的国花银爵 抽象为场地的土地关系 绵羊及白云 作为雕塑 形成场地标志 并将毛利人的木雕等元素 融入场地中 日本园里观直尺之地 却让人有 赤身千情万贺的汉洞 日本人喜欢 蚕就是蚕 蚕宗文化 然后这种枯山水 就代表就是河川 然后这些石头 就代表山 就是那种感觉 然后这个旁边 应该用那个爬子 在旁边 就像那种一圈一圈的那种波纹 然后就更像那种水的感觉 我就觉得这里的人员 他们做了非常非常细腻 比方说如果这是英国的原子 那就是里面连莱吉桐都是英国的 如果是荷兰 那就是他们有那个荷兰的鞋子 大家都知道荷兰的鞋子是什么样的 他们肯定会用到 而且他们用的织物 跟那个岩寺的配合 我觉得也非常非常好 我就是立即所有的国家都不同 但是必须拓达自己的世界 必须对其他的国家也感兴趣 因为这样我们都会和平的开心的过日子 来自乌克兰的尤利亚 在武汉原博的国际园里 体会到了世界多样性 其实这种心境 本来就是国际风轻园总设计师 王尔德海姆特意营造的 那么他设计的这个元素的选择 在设计之中呢 就选择了一种国际性的一种园林语言 那么称之为就是防护林的这种概念 应该来说是无国界的一种 一种国际化的一种园林元素 应该说整体上的 很好地表达了一种国际化的一种园林思想 和我们的整个园林艺术中心 在我们的北入口主入口 也形成了一种园林的这样一种 开放的国际的一种思路 也表达我们武汉的一种开放的一种姿态 中西文化的交融而传达的设计多样性 在袁博园处处可见 国外设计师对中国传统文化 进行二次解构 丰富了中国园林的内涵 也加深了对中国园林的了解 对此 国际风景园林联合会前主席 戴安妮·孟塞斯女士 也感同身受 我认为它是非常有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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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它有很好的想法 武汉原播源独特的创意 中西文化的碰撞 给达安妮·孟塞斯女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她对武汉原播源废物利用的高度肯定 得到了法国巴黎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专家的印证 当地时间12月3日晚 C40城市气候领袖群第三届城市奖正式颁布 武汉市原播源利用垃圾填埋厂生态修复项目 在固体废物处理类胜出 2015年 第十届中国武汉国际园领博览会 一场穿越古今的视觉盛宴 一举天人合一的和谐乐章 它向世界传递 我们对于生态文明的尊重和影响 而武汉原播源奉献的国际视野和经验 伴随着不断成长的武汉城市 正一起走向世界